- 什么时候打到? - 公?干什么? 公什么公啊?你看看你 - 排雨洋你这么胖了你看 - 给我延续相伙了吗? - 给我春春接下了吗? - 今天啊,叫你大哥大嫂 - 退回那个彩礼节了 - 出来出来 - 去! - 拆门了! - 你谁干嘛? - 干嘛了你? - 你看看你妹啊,嫁给我啊 - 五年啊,连我大都不给我生一个啊 - 我养个老母鸡啊,还想给我杀到补补身体啊 - 你看他,排长这么胖啊 - 当年你看,八十斤 - 养他到现在很难,一百二十斤 - 竟然还没有给我延续相伙,从中接待 - 在村里面啊,六年啊,你知道吗? - 头都抬不起来啊! - 所以说今天过来,退财 - 退财你给我! - 可以啊,生不生小孩,又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 - 是啊,你们有没有去检查过啊 - 什么有没有检查过? - 这还要检查吗?我肾脏力壮 - 就是他的问题,这么胖 - 连蛋都不伤了羊 - 不是他的问题,是什么? - 当年你们出了什么好意啊? - 还要了我十万彩礼钱啊,你们啊 - 真的是够狠的啊! - 既然你看,白耽误我这么长时间啊 - 我娶了别的女人啊 - 嘿呀,我的小孩都 - 可以打酱油了 - 你去检查一下嘛 - 整天赖我妹干什么呢你啊? - 反正我不管 - 今天反正我跟他婚已经离了 - 检查是没必要了 - 必须把钱,圆缝不动 - 退回来给我 - 不然的话 - 我怎么娶老婆啊? - 什么?要退钱啊? - 那肯定啊 - 哎哟 - 用过的香柄能退吗? - 你都用了多少年了? - 好,退就退 - 那你啊 - 退一个圆缝不动的妹给我们 - 哎呀 - 你们还真的是 - 这么不要脸啊 - 还说这种话 - 圆缝不动 - 不用过 - 我怎么知道他 - 原来是这么不僵气啊 - 还有我老老爸老妈 - 嘿呀 - 都讨厌死他了 - 这种女人啊 - 搞得我老爸老妈在村里面 - 也抬不起来 - 人家个个都有呢 - 有孙子抱 - 他呢 - 嘿呀,等了这么多年了 - 人家都说啊 - 笑话了 - 起乱什么儿竞舞啊 - 不会下单的老母鸡啊 - 我跟你说啊 - 既然用过的商品 - 竟不能退 - 一万一毛都没有 - 对,竟然不能退 - 那 - 别说十万了 - 退五万了 - 一毛都没有 - 你还要啊 - 还要 - 打他 - 喂,你们这不对啊 - 快点 - 你不要脸啊 - 你走不了 - 行,不对就不对 - 那就向我花钱买教训 - 起乱正 - 你看你什么妹啊 - 哎呀 - 真是的,一吹吹过去了 - 你也真是的 - 还没吃了人家多少老母鸡啊 - 吃了人家多少白米饭呢 - 蛋不下一个 - 哎,丢得死了 - 我也不想啊 - 我也叫他去医院捡家 - 可是他不肯呢 - 在我们农村啊 - 生不住小孩 - 小孩人家就赖你女的 - 那你就让我先进家门吧 - 大家都跟我离婚了 - 我现在无家可归了 - 哎呀 - 进什么进啊 - 这个家没有你的永生之处了 - 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 - 还有啊 - 离婚的女儿回来啊 - 晦气啊 - 别说了 - 我们啊 - 这个备孕当中 - 你啊回来啊 - 晦气啊 - 到时候弄到我们就怀不上 - 哎呀 - 走 - 把他赶着 - 走 - 他不找我们找 - 这种人晦气 - 你要在我们家门口 - 叫你哭哭哆哆了 - 滚 - 走 - 走 - 等一下我哥 - 走 - 走 - 带开门啊 - 我们可是等一个洞就来的 - 连你都不要我 - 都还能去哪里啊 - 大哥大嫂都拥不上我 - 这里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- 哎呀 - 这不是小燕吗 - 你干嘛在这里哭哭啼啼的啊 - 我那个前夫啊 - 大哥我离婚了 - 他嫌我啊 - 嫁给他几年了 - 没有为他们生下一月半年 - 就跟我离婚了 - 然后我大哥大嫂也不要我进门 - 怎么这样啊 - 哎 - 都离婚了 - 哎呀 - 那有没有去检查啊 - 我要偷偷地去检查 - 我是没问题了 - 可是我那个前夫啊 - 他爱面子 - 硬是我的问题 - 哎 - 怎么现在还有这种男人 - 这么不懂得珍惜老婆 - 哎 - 不过既然你回来了 - 你看你的父母也不在了 - 那你大哥啊 - 大嫂生回你的主外也说了 - 长兄有父长少有母 - 是吧 - 都不让你进去 - 毕竟这里是你唯一的避风港啊 - 是你熊小长大的地方 - 都不让你进门 - 他嫌我会去 - 说离婚了女人 - 就不能够回娘家住了 - 小朋友这种说法 - 我一叫他出来 - 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亲生妹妹呢 - 玉米出来 - 玉米 - 谁啊 - 哎 - 村长 - 你看 - 你妹啊 - 被竞争出户了 - 离婚了 - 你看 - 你现在还不让他进门 - 你对得起差吗 - 你自己想想 - 起码你们也是同一个洞出来啊 - 是你亲妹妹啊 - 这你父母都不在了 - 你是他唯一的依靠 - 唯一的后段啊 - 你不管他 - 你让他去哪里啊 - 玉米 - 你怎么那么狠心啊 - 她被别的退回来啊 - 多丢脸啊 - 这有什么丢脸啊 - 是吧 - 你看 - 她也说了 - 她也去偷偷请假过 - 不是她的问题啊 - 所以说没事的 - 先收拥她吧 - 到时候啊 - 让那些媒婆 - 重新给她找一个好人家就得了嘛 - 哎呀老婆 - 我看村长说了在里 - 要不我们让她进屋吧 - 进什么进啊 - 都说了 - 这种女人晦气的 - 哎呀你以为你是个村长就了不起啊 - 来管我们家的闲事啊 - 闷得没有 - 老婆啊 - 你觉得可怜你就带回家去 - 老婆啊 - 你你看 - 她就我一个哥了 - 就我一个亲人了 - 如果我再不理她的话 - 再不收留她的话 - 她就无家可归了 - 再说了 - 我这样对待她啊 - 到时候啊 - 我都无言面对 - 死去的父母啊 - 对啊 - 你看 - 你老公都这么想着看 - 你看 - 你要想想啊 - 是不是 - 实话说长中有父长小有母 - 你要大量一点嘛 - 大度一点啊 - 对啊 - 对啊 - 你啊 - 换掉是我 - 你都没有那么大度呢 - 再说了 - 你啊 - 你啊 - 那么多管那闲事的话 - 你就带她回去 - 滚 - 哼 - 为什么会滚 - 真的是的 - 你大哥也是的 - 哎呀 - 就是听这个老婆了 - 不过人家也有苦衷 - 是吧 - 现在你看你大嫂这么凶 - 是吧 - 你看换着谁谁都怕啊 - 是吧 - 但是你都离婚了 - 不可能你满在这里 - 等于要搞得你大哥跟你大嫂也离婚 - 那就不好了是吧 - 村长说的对 - 哎呀 - 所以我现在就只好走了 - 找你去哪里啊 - 你有什么打算啊 - 我没有打算 - 只能找一步算一步了 - 大不了去中京找工作 - 哎 - 你找怎么过 - 你个女人 - 女人家家的 - 干就这样吧 - 还村长 - 看你是一个村的是吧 - 看你好不容易回来 - 现在还是被退回来了 - 刚才这样吧 - 我帮你重新找一步好人家 - 来收留你 - 像我这种恶婚的女人啊 - 人家会愿意接受吗 - 会的会的 - 现在光棍几千万啊 - 很多人都没有老婆 - 想要娶个好老婆了 - 而且你啊 - 村长啊 - 以前是吧 - 也跟你松脚一起长大了 - 我也知道你的为人 - 对吧 - 吃苦耐劳 - 啥你都会 - 是不是 - 这样的女人这么完美 - 是吧 - 哪个男人不喜欢啊 - 是吧 - 行吧 - 行吧 - 看着现在我马上带你去 - 找一步好人家 - 行吧 - 来来走走走 - 跟着冲箱走 - 来来来 - 来小爷过来过来 - 这就做一步人家了 - 先把行李放这里 - 不过 - 说这样你不要群惧人家 - 这个家境条件一般哦 - 不会的 - 他只要他演好 - 对我好就行了 - 演的话是绝对好了 - 你放心 - 我绝对不会介绍错了 - 我现在叫一下啊 - 哎 - 人在家吗 - 来了 - 二牛 - 来了来了 - 二牛啊 - 叫你什么事啊 - 我不是看你没有结婚吗 - 所以说特定啊 - 给你找了一个好老婆啊 - 这个啊 - 对对对 - 眼光真机灵 - 你看怎么样 - 好漂亮啊 - 漂亮是吧 - 是啊 - 就证明你那个心意是吧 - 是肯定是愿意的了 - 是不是 - 是是 - 你看小燕 - 怎么样 - 人呢 - 虽然说 - 不是很高大威嘛 - 但是呢 - 他就是啊 - 憨好老实 - 为人真的是很好的 - 一个好男人啊 - 嫁人就要嫁 - 憨好老实的男人 - 再说他只要他 - 老实对我好就行了 - 我别无他求 - 对 - 如果你嫁给他 - 你看 - 别人把你当作草 - 他绝对帮你当成保一样的 - 我跟你说 - 不过二年我跟你做好 - 免得你以后啊 - 你怨我是吧 - 小燕呢 - 是离个婚的 - 人家嫌他 - 不声大 - 其实啊 - 我有偷偷的去医院检查了 - 我都是没问题 - 都是我那个前夫啊 - 使用面子 - 他不去检查 - 对啊 - 对啊 - 肯定是你那个前夫啊 - 整天夜不归宿啊 - 又又有 - 抽烟科有这种坏毛病啊 - 所以说 - 你们怀不了孕 - 是吧 - 生不了孩子 - 他就怨你 - 其实不是他的问题的 - 不过你能接受他是离个婚的吗 - 离个婚都是无所谓 - 看见他讲的这么好看 - 哎呀 - 我也连配不上他 - 哎 - 怎么会呢 - 正因为这样 - 你才会更懂得 - 珍惜这一份来之不易的感情 - 知道吗 - 而且你看你啊 - 个子啊 - 也这样 - 难得娶个老婆 - 这么勾搭威猛的 - 到时候 - 改善一下你家里面这种基因啊 - 是吧 - 到时候成了优良传统啊 - 生出了孩子 - 也勾搭威猛啊 - 是不是 - 等一下你看我家要求 - 没事的 - 我不嫌弃啊 - 我愿意跟你 - 你孔丹共虎 - 对 - 再说我相信经过以后我们两个都 - 共同努力 - 我相信啊 - 蛋糕跟牛奶总会有的 - 对 - 你看人家都这么善解人意 - 又是嫌弃良母类型的 - 什么活他也会干 - 农活他也会做的 - 你放心 - 哎牛啊 - 你别想着 - 你家这样宠 - 只要你有了老婆之后啊 - 你的那种啊 - 奋斗那种心啊 - 一飞冲天啊 - 你就想着猛的搞钱搞钱搞钱了 - 知道吗 - 忙于事业 - 就是你缺一个好老婆 - 帮你处置家里面的 - 到时你咬老婆了 - 帮你把家里面管你的井井咬条了 - 你就啊 - 用心出去搞事业了 - 到时候不就是什么都咬了吗 - 是吧 - 人只要努力 - 行吧 - 什么都会咬了 - 好吧 - 不要再拒绝了 - 真的你错过这个村了 - 就没这个店了哦 - 好吧 - 既然他答应了 - 我也答应了 - 那就行 - 那就干成这样啊 - 证件你也在包里面是吧 - 对 - 那改天跟他一起啊 - 去现场里面办个结婚账 - 你们就是合法夫妻了 - 好吧 - 真为你高兴啊 - 那我去拿点那个没钱给你吧 - 哎呀 - 别搞这种 - 别搞这种 - 我是真心真心的 - 希望你们能过上好日子 - 我是啊 - 过来是啊 - 雪中送炭的 - 不是我让郊姚的 - 你家这种条件 - 我也知道 - 不用搞那种 - 那么客套的话 - 好吧 - 姚九姬 - 来 - 马就带他回去 - 包括老母鸡 - 给他嗑个鸡汤 - 好吧 - 好吧 - 那他敢进来 - 先进来 - 大家一起进来 - 谢谢你啊 - 先去看一下他们家的条件 - 好的 - 走走走走 - 少许多 - 但是 - sixteen